诗篇第八十四篇 万君之耶和华 你的居所多么可爱 我的灵可向切勿耶和华的院子 我的心身向永活的神欢呼 万君之耶和华 我的王我的神啊 在你的祭坛那里 麻雀找到了住处 燕子也为自己找到了安置幼楚的巢 住在你殿中的都是有福的 他们还要不断赞美你 靠你有力量 心中向往通到圣殿大道的 这人是有福的 他们经过干旱的山谷 使这谷变为全员之地 更有秋雨 使这谷到处都是水池 他们行走立上加厉 直到个人在西安朝见神 耶和华万君的神啊 求你听我的祷告 雅各的神啊 求你留心听 神啊 求你垂顾我们的盾牌 求你看顾你的受告者 在你院子里住一日 胜过在别处住千日 宁愿站在我神殿中的门槛上 也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 因为耶和华 神是太阳 是盾牌 耶和华赐下恩惠和光荣 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 不给那些行为正直的人 万君之耶和华 依靠你的人是有福的